字幕 李宗盛 來到尾場的時間 跑二班千二米 現在出了賠率 大門宜昌寶寶 其實賽前我覺得宜昌寶寶 在形勢上都會有好處 因為今場主要的前戰不多 現在還要推出新力寶 現在補上極速進馬 雖然是快腳的 但狀態我覺得沒有新力寶 所以未必可以弄到儀昌寶寶 首選最後是減回優的儀昌寶寶 上次賽後發現氣管有血 加上9月8日的泥地 不是很利放的 不同之後的泥地賽 所以上一場都敗不足距 看回上季尾總場設683 而昌寶寶當時是單騎放嶺 但做出一個很快的步速 而他身後的就是在月歸來 雖然在月歸來 可能躲在裡面 不是太有力的場地 但他一直都可以飄掉 後面的持要風 都之後可以懂得贏馬 和在月歸來之後可以在二班輕盛 相信繼續在谷草對手不太強 加上一中的後上馬之下 而昌寶寶寶有權 再現頭馬的機會 所以到尾場的時間 希望潘棚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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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的頭三甲馬沿途都是貼難的 白聖龍省位一點 而灰馬仔那隻競技勇士轉彎冰冰冰冰冰 直路衝上來的時間都有點受困 不是衝得很順 反之白聖龍叫出來 輕輕阻礙到一隻競技勇士 而競技勇士回來其實都持續撲向主馬群 以在月歸來多一隻尺度 白聖龍可以贏到他 而再出的加州議長和在月歸來都可以爆竅 我覺得這一組的賽職水準不順 所以白聖龍和競技勇士都有這個路程的根據 而且檔位都適中 預期可以守一個中置的位置 所以配腳就包回他 另外第四選 七路的連連王 始終我覺得他在谷草千二米的能力較高 上次跑泥地 賣門都落飛 但剛才說過9月8日的泥地 不算太過利放 當然他是後賞 但他捐在內檔 比較難起動 賣門再做一個閘 都磨利等金牆 11檔會換回Dipo 不是要拼他贏 拼他剪回一隻爛腳 因為我覺得其餘的後賞馬 例如池耀鋒 順細寶 和道距連連王的幾匹 他的備戰功夫和賣門的狀態較好 所以我就放在第四選 重複一次 波仔第九場的心水 選了1號的移昌寶寶 2號八聖龍 4號競技勇士 和7號馬連連王 現在有了賠率 給大家看看功能 右上角的 有個淺淺 有個箭嘴向上的 按進去 四隻黃色馬 就是你選擇的馬 看到獨贏位置 拉下去 為什麼有幾個紅 就是我選擇的馬 如果你選擇了另外幾匹 四選馬 都會顯示 你選擇的馬 那個獨贏 所謂連贏 和位置 所以 有開刨馬之餘 都可以掌握到最新的 刨馬 都可以方便大家去刨馬 好了 今次九場賽事 跟大家一點點分析 就到這裡 節目尾聲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APP好用 也可以在賽前看到這段影片 衷心感謝你 支持我們的收費計劃 如果你真心覺得好用 幫到你 可以介紹給你的朋友 介紹給你的戰友 介紹給你的家人 有跑馬 一起跑馬仔的家人 一起去試用我們的 經濟apps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波仔再和大家 一起聊聊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